哎呀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个熏干啊 或者说香干 唐大厨今天啊给你炒一个韭菜炒香干 那么你看我们的香干市场有很多品种 今天唐大厨选这个颜色呢 熏过一点的 它的味道呢可能更加复合一点 那么你看这个熏干买回之后呢 第一步呢我们切熏干很讲究 有时候大家在家里直接顶刀切啊 或者切成块啊 我觉得那种入味啊 它那种成型啊 是不是很好的 那么唐大厨今天教你做这熏干 你看啊我们是斜着啊给它切 那么大家可以看刀斜着下来 哎这样这截面呢比较宽 也容易吸它的味道啊 大家可以看我是斜着切出来的 你看我们香干啊 哎已经改好刀了 然后我们锅内烧入开水 我们把这个香干啊 哎上锅里啊给它焯一下 你看啊这锅一开啊 我们可以把它倒出来了 然后锅内呢 哎我们放入适量的油 油烧热之后呢 你看我们把这个姜片蒜片啊 上锅里炒香 然后我们放入啊 焯好水的 放入焯好水的香干啊 这个步骤很关键啊 我们要把这个香干上的水分啊 哎给它煸出去啊 煸出这种很干香的感觉 这在家里啊 你记得一定要是这种大火 来这时候呢我们可以放入什么啊 放入生抽 然后白胡椒粉 这个你看啊 我们锅底下已经现在啊 没有任何水汽了 这时候我们放什么呢 哎发入韭菜段 还有我们切好的这个红椒啊 红椒丝 这时候呢 再放少许的盐 然后我们继续给它煸炒 这是大火啊 大家看啊 韭菜呢 一煮锅啊 这个高温下迅速成熟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放点香油 好了 你看这道菜呢 韭菜炒香干 哎我们做好了 你看啊 这道非常下饭好吃的 韭菜炒香干 就做好了 如果你喜欢呢 请给糖大猪点个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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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